电视剧问心,我开始追了 大家好,我是阿珍,今天好吗 最近很多朋友都说 新出的一部电视剧叫问心 不错,让我去看看 昨天终于倒出点时间来开始看 一口气看了七集,觉得还是不错 这个剧我打算追下去了 因为这是一部医疗剧 讲心血管内外科中心的这么一个故事 心内心外本来在医学领域 就属于皇冠上的明珠一类的 就是比较顶级的这种科室 所以这个科室在医疗剧里头也比较受欢迎 之前的白色城堡这部剧讲的也是 心脏外科心脏内科的事情 所以很多的手术的场景是比较类似的 这部剧拍的我感觉前面这几集看下来 拍的比白色城堡要更紧凑一些 我之所以喜欢看医疗剧 是因为之前看的基本都是美剧或者是英剧的 包括香港的 其实他们风格都是类似的 就是在一个又一个的极端的病例之中 然后穿插整个这些医生护士群体的日常生活 把故事在案例中间来讲 一般等于是一两集就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案例 案例套着案例 这样就会比较吸引人 他就是不停的有小高潮出现 所以一般来说 每剧都是这个方式来拍摄 现在我们的问心这部剧也是基本上使用这种方式 第一集上来就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案例 男一号就是赵又廷扮演的周主任 就面临了一个非常棘手的困境 这个故事从一开始就比较抓人 有点类似于电影的拍法 然后一波未平一波又急 这个案例还弄得一头包 下一个更加紧张的案例又来了 所以前几集看下来有一些那种一气呵成的感觉 一集接着一集停不下来 感觉不错 我会继续往下追 当然后面肯定也免不了会有感情线的介入 这里面男一女一是赵又廷和毛小彤 但是赵又廷和毛小彤不是官方CP 他们俩是同母异父的兄妹 两个人之间关系有点疏离 然后妹妹像个小太阳一样 不停的温暖着哥哥 然后融化哥哥受伤的冰冷的心 陈冲演他们俩的母亲 然后另外一条线的主演是金世佳 大高个金世佳一米九 在这里面跟毛小彤站在一起 有很萌很萌的身高差的感觉 你别看毛小彤30好几了 但是演起可爱的蒙妹子来 还是真的一点都不违和 他长得实在是太甜 太卡哇伊 太可爱了 然后天天笑眯眯的样子 一双大大的眼睛 特别卡通 反正我一直挺喜欢毛小彤的 最近的几部剧都看了 从32E到他的云香传 到他的心想事成都看了 蛮喜欢的 所以阵容也不错 赵又廷其实一直挺能演 佳作也不断 资源也非常好 由于他这个娶了高演员 所以他几乎是整个这个34 几乎他是整个全中国30岁40岁 三四十岁男性观众的功底 但是咱们客观的说 他演戏还是可以的 之前一部 之前一部这个理想之城 他作为男一号 完成的就挺好 而且我之前就夸过他 他是唯一一个台湾男演员 没有什么台湾口音 没有那个特别机车的台湾口音 他的口音这方面改的非常好 你听不出来他有台湾情 这一点挺不容易的 总之这部剧还在热播 短视频平台上有各种各样的 后面的剧透已经出来了 我刷的多点乱了 所以还是随着继续往下播 我们再说后面的内容 这个剧是不光在网络平台上 不光在企鹅平台上播 还在中央八套播 中央八套是慢两击 所以像这种能上央八的剧 一般来说剧本都是经过严格把关的 所以不会有什么太荒腔走板的地方 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就放心追 咱们一起来追一下这个局 好 谢谢大家